这是一个兔子和人的故事 这是一个虽有矛盾 但给人美满感动的故事 在温德米尔这个美丽的乡村 阿碧 兔子们 还有麦格雷哥是邻居 兔子们到麦格雷哥菜园偷菜 阿碧总是解放他们于为难 有一次 彼得兔带领他的兄弟姐妹们 又到麦格雷哥的菜园里偷菜 麦格雷哥的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在驱赶彼得兔他们的时候 不幸去世了 彼得兔就占领了他的菜园 森林的动物都到这个菜园里 他们吃得很开心 麦格雷哥的房子也被动物们占领了 托马斯是个工作努力的控制狂 公司的晋升机会来了 他以为自己会晋升 却没想到公司晋升的竟是无能的班的们 托马斯努力了十年 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他愤怒地撒起波来 结果被公司辞退了 有一天 托马斯收到了一封信 然后就继承了麦格雷哥的家产 而当托马斯来到温德米尔 动物们满足得意的生活被打破了 他们落荒而逃 托马斯忍受着肮脏 打扫着房间 他的邻居阿B来拜访他 送给他一个望远镜 希望他可以看到远处的飞鸟 彼得兔不愿就此失去了菜园子 于是重新返回到菜园中 暗中观察托马斯 却被托马斯发现了 而且他的兄弟本杰明被托马斯抓住了 托马斯把本杰明装进麻袋里 开着车要把本杰明丢到很远的地方 彼得兔就带领他的其他兄弟姐妹们 跳进了托马斯的车里 准备营救本杰明 经过一番斗智斗勇 彼得兔救出了本杰明 他把阿B送给托马斯的望远镜 跟本杰明掉了包 托马斯要把本杰明丢到盒里 却不小心把望远镜搓扔了 切分的托马斯来到城里 买了对付兔子的炸药和电网 阿B也进城了 他遇到了托马斯 坐上托马斯的车回去了 彼得兔看到托马斯跟阿B有说有笑 心里很不是滋味 吃起醋来 托马斯和阿B恋爱了 彼得兔嫉妒托马斯 于是与托马斯缠斗起来 在缠斗的过程中 彼得兔把阿B的话弄坏了 阿B不喜欢彼得兔了 把他赶了出去 彼得兔很伤心 于是彼得兔开始反击 他用上了补薯夹和钉耙 托马斯吃了很大的苦头 心里很是愤怒 于是他把自家的围墙都装上了电网 又将网上涂上花生酱 刺猬挡不住诱惑 被电的刺都飞了出去 彼得兔找到了电线头上的夹子 他把电线夹到托马斯的房子上 托马斯被电得不轻 他生气极了 把爆炸物扔进了兔子的洞里 彼得兔为了报复他 用弹弓把黑莓射进了托马斯的嘴里 托马斯黑莓过敏 他及时注射了药才恢复过来 托马斯是真的生气了 他取出爆炸物的引爆器 在菜园里以兔子们缠斗起来 用炸药炸兔子 阿B发现外面有动静 来找托马斯 托马斯不小心把引爆器掉在了地上 彼得兔捡起了控制器 错安了按钮 托马斯放在兔子窝里的炸药 全被引爆了 上面的树也被炸倒了 阿B的房子被树压坏了 他非常生气 于是他们俩分开了 托马斯把房子卖了 又返回了伦敦 阿B也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彼得兔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 他要弥补这些 于是他们跳上火车 来到了伦敦 去找托马斯回去 托马斯及时地赶到了地方 彼得兔拿出了引爆器 阿B才接受托马斯的道歉 原来彼得兔也犯了很大的错 彼得兔用兔子的道歉方式 向阿B道歉 阿B原谅了他 托马斯房子的买主这时到了 彼得兔用电网的方法赶走了他们 从此彼得兔兄弟姐妹 与托马斯阿B 过上了平静快乐的生活